陈世忠 报答 明镜党 加油 陈世忠参选台北市长 立刻与民进党内市议员参选人一起同框 只是现场喊得开心 却也背上落跑参选的包袱 我在进到政务官的体系里面是自由业 那我进入政务官之后 基本上他是没有任期的 他是根据长官的需要 然后我们的能力做最恰如其分的安排 随时可以来 随时可以走 陈世忠为自己的落跑狡辩 但原定这场合要选新北市长的林佳龙也受邀 后来生变 外界怀疑两人是不是有心结 我跟佳龙兄一点心结都没有 那以前他在交通部的时候 我们也合作非常愉快 打出团结牌 另外陈世忠竞选脚步加速 竞选团队人员也进一步敲定 传出除了让明代吴四瑶担任竞选总干事外 还找了台湾地区前副制领导人陈建仁 担任竞选主委 那我想党会在怎么样让双北最有战力的前提下 做最差当的安排 那是要是一定要拜托他的了 陈世忠积极拼选举 不过外界对他的批评声没有停下来 国民党及台北市议员徐巧新 找出两年前陈世忠上政论节目的画面 当时陈世忠信实淡淡地宣称 自己不喜欢吃碗内看碗外 还说疫情健保长照社会安全网都要顾好 没想到很会暗酸别人的陈世忠 如今自己却被回力标击中 党内网络论坛上对陈世忠同样是骂声一片 网友们纷纷流言痛斥 民进党不要弄脏台北市 这绝对是上帝丢下来考验台湾人的噩梦 还有人预言 陈世忠如果执掌台北市府 绝对是灾难 感谢观看